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寧云者N 今集是我一直構思了很久的一個全新系列 就是由首先講我自己的前世今生 我的由來 再去到一個外星人、外星生物系列 最開始第一集 我首先講一講 都得我為什麼我的YouTube名字 會叫做Nibulu 尼比奴 我在2017年的10月底的時候 因為聽了卓飛的MJ13的節目 其中有一集就請了一個 Dr.Tang 就去做一個前世催眠的導師 聽完之後就立即 已經用Email的方法找了他 我就在2017年的11月中 就去做前世催眠了 在這集錄音 我不會詳細去講 到底前世催眠是一件什麼事 我也不會建議你去做好 我就簡單一下聚述 我想到前世催眠的事情 去到他這個地方 很安全的 他就叫我躺在床上 然後他就用一些 語言 類似催眠的方法 他就問我 知道我到底在哪一輩子 我記得有一把聲音 不是我的聲音 其實是耶穌的聲音 不斷講英文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 當時他會有錄音 整個催眠的過程 但是那段錄音 不知道為什麼就不見了 否則都可以上載出來 給大家聽 我之後怎樣找都找不到 我明明save了 重點是我做完前世催眠之後 其實我就看到一點點 我前世大約是做些什麼 但是他都不是一個很清晰的畫面 他只是我約了一知道 我三世 其中最初的第一世 我本身就是在一個星球 做一個探索的任務 Explorer 探索到最後只有我自己 一個人在一個星球的時候發現 No Founding is a Founding 我就決定了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我最印象深刻在前世催眠 就是這件事 來到地球的兩生 在那個前世催眠度 都是下了一個禁令 我是看不到的 這件事之後 我都放下了這些 New Age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新心靈的訓練 我都放下了 轉折去到 都是2019年1月頭的時候 對因為一群志龍道合的朋友之下 我就再修煉新心靈 在2019年的1月23日 那一晚 是經歷了一個 我都不敢說的一個出體夢 這個夢非常之特別 其實就令我認識了自己 我就開啟了我的前世今生 我看了我三世人 我重新經歷一次 我這篇出體日記 就是2019年1月23日 昨晚好早就睡了 好像很趕時間那樣的 那我益術花 當晚是不知為何 是未夠11點的 我就很肯睡 於是我就睡了 然後就回到第一世人 我是在一個韓國 做和尚學法的 那地點正正就是 梨花女子大學那裡 那一生人我是沒什麼特別的 之前的一個冥想接地訓練 那張照正正就是 梨花女子大學那個位 而我拍那張照的時候 我打坐的時候 我是未發前世今生夢 但是我就不知為何 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就很想做這個動作 我感覺到那裡有很多能量 還有那裡是我一個很熟悉的地方 是有一個很親切的感覺 好像回到家 你明明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但是你是有很溫暖很溫暖的感覺 那一生人是做和尚的學法 是沒什麼特別的過了一生 第二生就是在香港出生 之後就是去了上海做軍閥 做軍閥的時候就很爽的 我就什麼都做齊了 只是沒有做這個毒品的買賣 我是一個心得民心的軍閥 在那段時間我就會經常去一間酒店 那裡有一個叫小馬金巴 就跟我很熟悉的 我還發現當時我身邊的女人 是一個好像馮瑩瑩的女人 去到抗日的時候 我就意不容辭地去了前線抗日 但是誰知道回到去據點的時候 發現我的地盤被我死對頭霸了 於是那個小馬金巴跟我說 叫我最好快點走 要不然被人捉到大湖 因為我已經被人暖紅通緝了 最後我還蒙上了半國的罪名 然後被人殺了頭 在這個夢裡我也知道 其實原來我不是三世 我來到地球之後 計算我今生 今生是第六世 第一世是昆蟲 第二和第三是貓和狗 第四是和尚 第五就是剛才說上海的軍閥 今世就是第六世 也可以說一點點 我今世人 我本身做前世催眠的時候 導師有問我今世人有什麼恐懼 其實那一下我是 我真的回答不到我有什麼恐懼 因為坊間很多人會怕鬼 顯然我是不怕鬼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恐懼 但我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很怕貓 還是很怕狗 所以我也跟導師說 在前世催眠的過程裡面 想去探索貓和狗的時候 牠是下了禁令我不能看得 其實我回到這一晚的時候 我就知道為什麼會不看得 因為我在第二世做貓的時候 就被狗咬死殺死 那我在第三世 就會經歷業力 我做狗 然後被貓弄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今世就是 其實我看到貓和狗 會有一個即時性的起雞皮 很怕牠 Dr.Tan其實教了一個方法 就是既然我可以應用到靈性 那我就可以嘗試用一個他心通的方法 去跟貓和狗去溝通 可以遠距離看到牠們 就用了他心通就跟牠們說 hello 令到會不要那麼害怕 去接受了貓和狗 某程度上是解決了少少少的 只要現在呢 譬如說同列的話 牠們不要亂衝過來我 我也是可以跟牠共處一殺的 再說回今世 第六世 我們來到地球之後 體驗的第六世 其實呢 就不是一開始 就已經選擇好要做這個人 我是從三個月大 才開始進入那個肉體 那我的負靈 是耶穌 我的指導靈 是佛祖和觀音 而我的高我 就是Niburu 這個星體靈魂 我本來以為呢 我的星際名字呢 是Niburu 當時呢 是由一個蘇美人 在一個Mothership那裡 告訴我 後來呢 我知道呢 其實我是來自一顆 我已經是沒有了同伴的星體 就是Niburu 也是前世催眠 我看到 我為什麼會來地球 最後一個轉世靈魂呢 我就是一個星體靈魂 應該說呢 我本身就是一顆星體 那我今世的任務 就是要用IT去改變世界 那我就想用回我這個星體名字 去做回一個Channel的名字 那我的Channel的名字 的由來就是 Niburu 就是網絡上 如果我們打Niburu 台灣人呢 會把它譯成Niburu 所以我也想打回台灣的市場 大家都是用繁體中文 正體中文 所以我就把Niburu 打回它們的譯成Niburu 就是Niburu的名字 好了 那今集呢 就大約講了很多資訊 講了前世催眠 還有講了我 終於知道我的前世今生 我那個前世今生的夢 接下來呢 就會慢慢把那個外星人 我去出體的時候 去了外星的一些很零碎的片段 我嘗試去把它匯集為 可能幾集這樣 就講一講我出體的時候 去了外星 到底是一個什麼的體驗 到底是體驗了些什麼 我那些前世夢 是否每一個夢都體驗了一生 到底那個時間是怎樣呢 那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影響到我 對於一生人的那個感慨 還有那個看得好化 我跟人說話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說我看得好化 但是我其實不會很接受 我是看得好化 因為如果你說我看得好化 其實你某程度上是妥協了 你是接受了一個事實 所以你才會看得好化 其實我的心態不是接受 不是妥協 我只是知道我們人一生 來到地球體驗 這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機會 我會很欣然接受所有結果 但是我不會看得好化 我這個心態 我只是會說 珍惜當下活在當下 當然我知道人一生是很短暫 也不會去選擇自己自尋短見 但是有些過程 有些事要來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接受 我們要知道 很多東西都是因為業力的影響 很多東西是前世今生 為我們帶來的一些禍害 所以才會發生到現在的境地 好了 那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開始就講一講 外星的出體經歷 拜拜